旭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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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听众姐妹平安 今天是8月6号 欢迎大家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 因为上帝的话 安定在天必不动摇 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必得饱足 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在《列王记》下19章29到37节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山而来 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 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足累功成 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这城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述王西纳基利就拔营回去 住在尼尼威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撒利社用刀杀了他 就逃到亚拉拉地 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 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这段经文是接续昨天 西西加王爬面对亚述王西纳基利的羞辱跟威胁 他来到圣殿向上帝来祷告 西西加王相信上帝必定能够扭转整个战争的危机 上帝就听了西西加的祷告 也回应了他的祷告 上帝猜前以撒亚来向西西加王显明他的心意 上帝也听见亚述王他骄傲的谩骂 所以上帝定义要亚述王失败 前面的这个28节 他说我 也就是上帝 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 用脚环放在你的口里 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 意思是亚述王他好像是一头需要被驯服的这个野兽 其实过去上帝兴起亚述帝国 本来是要来刑罚以色列人 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武力在上帝的许可下 日渐的茁壮 但是他们却以为都是靠自己打下这个天下 所以上帝便叫向亚述发出语言说 你们会惨败会受到审判 而今天这顿的经文 他主要是对那些灰心的以色列人来说的 上帝他拆派了先知以撒亚去鼓励他们 29节这里上帝说我要给你们一个证据就是今年明年后年你们都要吃土地所自然生产的第三年你们要吃自己耕种的 所自己耕种的土产 意思说你们至少有三年平安的日子不会被亚述所侵扰 而且前面两年会有丰富的收成是地里长出来的你们可以吃第三年你们要自己耕种的粮食 因为耶和华神确保了耶路撒冷城的平安 在32到34节是告诉他们亚述网攻打不了他们 因为我已经保护耶路撒冷城了 这些话当以撒亚先知来转达的时候是还没有发生只是一个预言 那上帝是要对他的百姓说我会确保你们的平安 因为上帝顾念西西家的需要让他知道亚述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棋子 而这个棋子也是上帝要用来管教犹大的 其实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那位同管万有的独一真神 我们就要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遇见的这些所有的问题难处 也都是上帝所用的棋子 我们只要愿意来依靠他来仰望他 上帝必不叫他的子民受到亏损 而且上帝还给他们一个应许 是因着大卫的缘故上帝要保护耶路撒冷的平安 所以我们看见信靠上帝的人 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要不断的祷告 这样我们必得到从上帝来的安慰 我们后面就看到上帝出手为西西加来解围 当夜上帝派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他们就赶紧拔营就回去了 最终亚述王他也被他自己的儿子所杀了 亚述王因着骄傲狂妄 导致了他自己的灭亡 西西加王什么事都没有做 上帝亲自为他出手 上帝要鼓励我们不要惧怕 就算我们可能会遇见各样的难处问题 看起来这些问题 似乎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我们的上帝仍然是那位行奇妙大师的神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各样我们想不到的难题 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要切记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要不断的向上帝祷告 不断我们可以自己祷告 我们也可以找同伴一起来祷告 坚持到底最后一定会得胜 阿们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谢谢你 让我们从西西加王的经历当中 看见你的信实和公义 和你做事的法则是永不改变的 主啊你没有应许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 都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满的 但是你应许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 你都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安慰我们 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 赐下平安给我们 谢谢你 却听我们的祷告 为我们征战得胜 求主帮助我们越是艰难的时候 越有更多更深的祷告 和对你的依靠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祝福你 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